民船 民船 民不虛傳 把冠軍獎盃獻給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分享民船國中籃球隊 永不服輸的精神 敬意求盡民不虛傳 苦練球技迎來的至上榮耀 一次打全國賽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打得比較專心 然後很謝謝教練 這樣子一直一路以來的教導 然後也很謝謝議長 清雯池這一次 其實未來每一年 我們都不敢講說 我們會有拿到多少的成績 那就走一步算一步 那其實小孩子的進步幅度 其實是很難以想像的 那其實這一批會拿到冠軍 其實當初會覺得他們其實是不錯 那你說能拿到冠軍 其實我們也沒有想太多 就是一步一步這樣子 當發現他們吸收能力很快 那其實這一屆拿冠軍 其實每屆其實都很開心 那其實這屆拿冠軍的時候 可以看到他們不服輸的精神 那更是讓人感動 基隆勢力名傳國中籃球隊 血齒成功 去年參加JHBL以及聯賽 只獲得第四名 今年捲土重來過關斬將 立刻勁敵 再次勇奪冠軍 一向非常關心中小學運動事務的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偉 不但在冠軍比賽時特地到現場觀賽 為球員們加油打氣 拿下冠軍後更親自辦理慶功宴 請籃球隊員及教練等人大蛋火鍋餐 感謝他們的努力 為學校也為基隆市爭光 我想我民傳國中長期非常正規的訓練 在徐瑋勝教練的帶領之下 那我們王淑芬校長也全力來支持 那我們在睽違一年之後 我們男生又拿下遺囑的第一名 那我非常的開心 我一路看著每一屆的小朋友這樣成長 然後看到大家的辛苦的訓練 我想今天我們特別在這個煮火鍋 也是一個籃球勝地 我們小春哥他非常熱愛Jordan 所以他就開了一間Jordan的球鞋展示的一個火鍋店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特別辦在慶功宴 特別就辦在祖火鍋 邀請我們男女生的全體隊員 包含全部的教練 大家一起來慶功 那鼓勵他們繼續來努力 那我們希望未來一屆一屆的 我們會持續的關注籃球隊的發展 希望可以讓我們的基層教育 可以的環境越來越好 民傳國中籃球隊在108、109學年度 連同這次111學年度 總共拿下三次JHBL以及聯賽全國冠軍 記者君書機動放鬥 為什麽 。 redu